苏A同学第一次来的 喂你好 喂你好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江湖南京 然后可能看的节目 一两年前就有看过 那时候你还是 就做一些小视频 现在就是也是 开那个discord了 然后最近 就是时间比较多 然后没事下午会 在那房间看一样 感谢感谢 然后就是 我也是在油管里面 关注了一两年了 然后包括 那个老兵来啊 柳杰克啊 还有那个青胖子啊 他们我都有关注 其实怎么说呢 就因为经常聊柳杰克嘛 就是对于油管方面 这些事 我还是有一点就是 心路历层的 想分享分享 教理教理 嗯哼 那怎么说呢 刚看柳杰克节目的时候 哎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他跟大陆的 我们大陆这边人还能 有话题聊 能聊得来 最起码认为他是宗沃尔 对吧 嗯哼 内心里面还是有一次欣慰的 嗯哼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 就会对他有点厌恶 为什么呢 他老是向我们大陆人 官赎他的那套价值观 嗯哼 中华民国派嘛 对吧 嗯哼 喂有听到吗 那你说 啊就像就像可能很多人 时间长到一开始就挺讨厌他的了 嗯哼 其实我从我从个人的 就是说 想法来说我是很不喜欢他 很讨厌他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他总希望我们去理解他们 嗯哼 接受他们 嗯哼 嗯哼 就但是凭什么呢 对不对 你你认为你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14亿人 就凭什么要我们14亿人 对不对 来迁就你们两千多万人三千万人的利益呢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他就是让我感觉到他是很自私的 但是呢 就是说 我觉得从 就是说 另一方面角度说吧 就是说 他这个频道 不管怎么样 也是给了 很多大陆的 朋友 就是说 一些 发生的一些机会 就介绍大陆的 一个平台 就是说 怎么说 我 我是很不喜欢他 但是他做的这个节目 确实也 有一定的这个 好处吧 就促进两岸的交流嘛 不管是他的 想法 跟我们的想法 是不是一致的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 等一下 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 其实很多的网友 其实都是这种观点 就是说 李杰克那个平台啊 给大陆人一个机会 介绍大陆的好 对不对 然后介绍给谁 大多都好 介绍给谁 是这样的 就是说老五 我是这样 我个人是这样想的 首先我们 因为可能 很多大陆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里 我们接触政治 不是很多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民族啊 然后我们两边的体制 比较啊 我们接触的 确实不是很多 而他们的 从小的这种 环境啊 他们可能 有一些方面 他确实 对吧 这些方面聊的东西 比我们好一点 这是这是不可否认的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别别别别别别 这个如果 如果真的比 别把我烧带进去了 我只是讲 就是说一部分 一部分 然后呢 就是说 时间藏了之后 我觉得 就是说 跟他们台湾 对岸的人去交流 包括刘杰克 频道 首先我们自己 要有自己的组件 我们不用去说服他们 说服刘杰克 劝导台湾 你们怎么样 我们是对的 你们是错的 不要去增这些东西 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从小的教育 跟我们教育是不一样的 你说服不了的 怎么说服不了 他的对就是对错 就是错呀 怎么就说服不了呢 我说完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说 他 他会向 跟我们去 宣扬他们的那套体制吗 对不对 你其实跟他增 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是他说他的 你听听也就好了 就我们听听也就好了 我们把我们自己想说的说出来 他不对的 你要述说呀 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说 因为确实有很多台湾的年龄朋友们 他们是很认可我们的 不是 刚才我 刚才这个问题你没回答 就是说很多大陆的人 去柳杰克的平台 去宣传大陆的好 给谁看 谁 他去柳杰克频道说的人 肯定希望 就是说让台湾的年轻人 都去了解 问题是柳杰克那个平台 在台湾人多吗 少呀 对呀 他是在消费大陆 他本身他是在消费我们大陆人 对呀 大陆人本 那边台湾人本来就不多 你去柳杰克的平台 去宣传大陆的好 给台湾人 本来这个逻辑就不对 就没几个台湾人的 我这还有台湾的同学在呢 对不对呀 那边有 但是确实是很少一部分 对呀 不知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十五 我觉得都取暗 我跟你讲 有有 我我我 他们几个频道我去年前年 就是跟他们接触还比较多 有有 就是但确实很爽 这意义不大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机会说一说 你不管人多人少 表达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 真实的 我们也有不好的地方 对不对 不完善的地方 都可以说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说出来 但是我们不要去想到就是说 去说服他们 为什么不是没人要说服他们 那比如说 比如说台湾台湾这个定位 中华民国那个使官 对不对 这个东西该说得说呀 为什么不说呢 对不对 但是关键是他们有他们有一套多决 他那落路不对呀 你为什么台湾那边来我这边来来联系 没有一个能能说服得了我 哪一个不都是到最后麻麻烈烈的走的呀 但是问题是你就是就是 因为你你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增到最后也没有个输赢 怎么就没输赢呢 道理就在那摆着呢 他们就是不来了 这你的频道他们不来了 他爱来不来呀 那不来就不来呀 他有道理他怎么能不来呢 对不对呀 那那以后那就是这一滩浑水 我就拼命的搅 对不对 然后咱们也别讲究个什么是非对错 对不对 然后老共啊 天天说着什么 我反对一中一台 也反对两个中国这条线 咱们也都别拔 对不对 他想要宣传那种中华民国使官 就拼命的宣传 那干什么呢 我在这我在这做什么呢 对不对呀 那我在这就是搅着浑水 配合着来 那有人说柳杰克好 我也跟着去说 对不对 那个平台好 那个平台好 那以后我也跟着蹭流量 不就完事了吗 这才叫生产生呢 这才叫真正蹭流量呢 我的想法吧 就是说在这个平台里面嘛 就是说各苏几间嘛 我觉得就是说跟他们 台湾的如果要是有什么 意见通过的东西 就没有必要去 você 我为什么呢 那有道理不说是吗 我 我没有要再 số 就是说你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你就说像你这个 你跟他针 不是 咱们就要不然就聊具体的事 有了解哪件事没有意义 行不行 别所有的事都没意 那事说起没劲了 其实我年纪啊 我年纪也就是你的频道 经常我看年纪人不是多吗 也上来聊聊 就是分享分享自己的意见 但是确实是聊着聊着 咱俩就增钱了 不是咱俩 你把我做的事 我知道你不是抬杠的 我也知道你是善意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观点 特别有代表性 所以说呢 我就想借着这个观点 我要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对不对 我不是 如果说你 如果说认为啊 在我这儿跟跟我的意见不一样 你可以把我完全驳倒的 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咱我在这儿 从来都不玩那什么 从来都不玩那个什么 一抹一下浑水就过去了 我不让去做 我不是柳杰克 我一直都在说 我有观点 我有立场 如果我没观点 我没立场 我就不做了 我做他干嘛呀 我就混流量来了呗 这是一方面 还有咱让我把话说完 还有刚才你说 很多的事情啊 可以啊 但那个什么 咱们就不要什么事都争 没问题啊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事 那就讲清楚哪些事争 哪些事不争啊 对不对 有些核心的问题 你不去讨论吗 对不对啊 比如说像柳杰克 你刚才也说了 然后的话 那不就是骗大陆流量吗 骗大陆流量 骗来了之后 很多的年轻人啊 看一看 有很多的人可能会说啊 啊那个中华民国史观 自由自由民主大法好 那一套 然后呢 很讨厌 但是我相信 也会有人受他的影响啊 对不对呀 那你觉得这样 对于大陆来说是好事情吗 那我天天在这讲着 中华民国史观 不对不对 这靠什么谱 对不对 那我讲他干嘛呢 那我就是说 我把我个人的 就是说 讲具体的事 看法 我表达一下的 你听听看啊 我很喜欢你 就是说 早期的时候 你不是会录一段的视频 发上去的 你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很喜欢听 我觉得你讲的很多东西 很有你的一些想法跟见解 那不好的 不好的东西呢 然后呢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听 嗯 就是说 你有的时候跟 就是说 台湾 他们就争 争论 这种状态 我听到 我争论什么 哪件事 说清楚了 比如说 我看那个 你跟早期的一些视频 跟三姆 嗯 他们真的 我哪件事不对 我跟他争 哪件事不对了 讲清楚 你讲清楚 你讲清楚 你别 你别一笔带过 我要知道我的观众的想法 我知道 我要 我要知道观众的想法 哪件事让你不舒服了吗 没 不冷静 你要告诉我哪件事 不是让你不舒服了吗 我急什么了 宝贝 你告诉我哪件事 让你不舒服了 哪 哪 哪个话题让你不舒服了吗 对不对 我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要听什么意思 你给我讲具体的事 那你不要听 谈什么呢 那具体的事啊 不说了吗 我没激动啊 宝贝 你冷静了 行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冷静了 你冷静了 好吗 我 我 挂了 拜拜 拜拜 这是下去了吗 我看看怎么调 这是下去了吗 喂 你在是吧 那你告诉我嘛 对不对 是高端商母那个事 我讨论哪个话题 你不喜欢 大家好好聊 不要 你回答一下 行吗 我跟高端商母 讨论那些话题 哪件事 你觉得特别不好 走了 下去了 大家看到了吧 大家明白了吧 老五你不好 老五你有问题 哪不好啊 跟高端商母 他辩论里边 哪个话题 让他不高兴了 觉得不好了 讲一讲啊 不是 你要吗 就就问他 哪个件事 就说我抬杠 你要再说我抬杠 你出去啊 对啊 你出去啊 我就问一下 到哪个点 让你不高兴了 这就是我抬杠 要不然你就出去 好吗 谢谢啊 喂 六哥 喂喂喂 听听吗 嗯嗯 就高端商母 那个 高端商母 还有什么说的 他自己已经把柳杰克的财风密码上来 哗给你暴露了 上麦就是消费 这个哥们来了 也自己也说了 这个东西 柳杰克在消负大陆 大陆观众 这些东西 那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这东西 我觉得已经很明很明 那件事了 柳杰克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柳杰克管理知道 上来的财港的哥们也知道柳杰克是在赚大陆的流量 然后是这一套 突然间就变成了老五不应该把柳杰克揭穿了 不应该非要把三母的一些不对的观点说 等一下那个什么六的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老虞刚在这说啊 你说我语速应该慢一点 让他爸话讲了 其实我知道 其实一上来 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 就听他聊完几句话 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老五你很好 你原来的那种视频好 你把自己观点全讲出来了 但是的话你不要去跟高的那个柳杰克去争 你去争的话你不好 然后就像他我说的啊 就是抬杠对不对 我问他他我跟高端三母的连线里边哪一点让他觉得不舒服了 然后的话再就是我抬杠 他其实已经给我定性了宝贝们 大家明白吗 这有的时候吧 很多人说话说你不要说他前 他前面给你夸上天话 天了你也不要听 听到后面那个但是 可但是 但是后面这个东西很重要 前面说的只是 你看见没 我跟大家 我今天我必须得把这个思维好好讲一讲 你看见没 我就问他一件事啊 我就问他那什么 我就问他那个 我到底跟高端三母哪有问题 你看看啊 人家说了啊 各书几件而已 一聊天就是杠 老五你真的是小心 我就问你一下 高端三母跟我连线哪一点 让你不舒服了 你就不说就非得说我抬杠 你不是给我下定义吗 宝贝 要不然您就走好吗 你是怎么回事 你又看不出来是吗 啊 苏文 你是经常在哪出现 你又我是不知道是吗 啊 对啊 你怎么回事啊 解释解释呗 我就问一下 我跟高端三母的连线哪一点 让你不舒服了 怎么就是我抬杠了呢 对不对啊 我怎么样在哄着你啊 你有我的观众出来说 老五你的连线不好 对不对 请讲哪一点不好啊 对不对啊 你看见没 大家看看就这样的啊 就这样的啊 哎哎哎 在这这 大家看看吧 就这种态度 你说我说什么好呢 大家说是我说什么好 要烧卖嘴你了 快快快 我要看下看 他要烧卖了是吗 行行行 对对赶紧点 我要看人嘴你 好嘞 喂 可以继续了吧 我回答吧 你让我说完 我的频道让我先说一下行吗 没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跟高端三母的哪一点 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继续 我想先问你个问题啊 不是你回答行不行啊 你说我是什么情况 你看出来了 你看出来我怎么了 你回答我行不行啊 你回答我问题啊 我回答你 你回答我问题了没 你回答我问题了 你上来给我耍赖来了宝贝 我说一句话啊 老五想问你 你下面之前老五就已经问你了 我上面想问你 然后你就吓死了 现在上来你又先提个问题 就是我 正常的角度来说 你是不是得先回答别人问题之后 别人再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对吧 我上面是想提个问题 别人提的问题你回答了吗 你躲回去之后 要你提个礼貌吗 这个是在别人提别人的频道 这东西你礼貌吗 我上面是想提问个问题 就老五你愿意 别人先提问题的问题 你回答了吗 别人必须要回答 就是这么礼貌的一个人吗 咱们 哎 你不回答 不回答 那你为什么 你猜看问题是不是 老五问的问题 你也说了你不回答 老五问的问题 你是选择回答还是不回答 你现在说 你现在说 说完了想表达什么 老五常儿最开始就问你了 就问你 你对老五和三母的连线 哪里不满意 然后你说 你这个问题你想回答不 我上面是提问的 这个问题 他先问你那些问题 你想不想回答 然后你再说 你提不提问题的事 我上麦是提问的 我再说一遍 我上麦是提问的 行 那我真没话说了 别人问你问题 然后你就不吱声 就装死了 然后你就上来来个提问 别人就得表态了 别人就得必须表态 我回答 我可以上麦提问吗 如果我上面都可以提问 请把我抱下去 谢谢 耍赖了 耍赖了这就是 然后苏叶 你在这跟 跟我这 跟我的网友在这吵架 然后吵完了之后呢 你就在这赖着是吗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你就在这赖着是吗 我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 你上麦就是提问的 我拉你上来 请你上来的 是我请你上来的 还是你举手上来的 你可以回答吗 我上麦能不能提问 不能提问 你就抱下去 我的天哪 你能提问 你想干嘛干嘛 对不对 这就是您的地盘 您想干嘛就干嘛 可不可以 太敏感了 你知道吗 什么明显 你做节目挺好的 就是说你做视频 发表我帮你真挺好的 你包括我听你的视频 你前面聊的都挺好的 对我欺负你了 是吧 然后我看你 我欺负你了 是吧 我是欺负你了吗 暗示开始了 大家对 我们会要去暗示 干嘛呢 这样干嘛呢 老五 兄弟 对吧 我也不是公知啊 我真的是可以 我真的是可以 我快忍你到一定程度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直接你就先下去 你先下去啊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是一种什么呢 老五完蛋了 老五人品不行 原来我说过 原来我说过这个问题吧 满世界去说 老五人品不行 结果呢 上来 老五你挺好的 但是你有问题 我问他问题在哪 不说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不要去跟别人争 不要跟 你给我扣什么帽子呢 你哪来的呀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不欢迎你啊 你可以把这段录下来 我这不欢迎你啊 你怎么回事啊 如果是一种公平的交流的一种状态 我就问一下我的观众 对于我哪一点不满意 我相信是个正常人都能回答得出来吧 我不是一个浑身都是优点的一个人 我相信在这儿 现在正在看直播的同学 我随便拉一个上来 我问他我身上有什么毛病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都能说得出来 我觉得人家会说这种话 为什么人家坦荡 只有不坦荡的人 对不对 然后呢 都问到鼻子了 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问题不能回答呢 有那么难吗 我现在就把六子啊 问六子 我身上有什么问题 我相信六子上能说出一 能说出一堆来我的问题 我怕你压霸我 不行 我不敢说我 你又说吧 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些东西 就是你总说就是上来了总是把别人先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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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别人也觉得是一个阵阳之后 然后给你来个但是 但是把这个开始出新要让他拿出任何证据拿不出来这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不知道是没有什么坏心 人去去觉得这些也是怎么回事了什么什么都一样到周尔来个出新的 你看看那个FZ同学不说了吗抽烟不好鸟叫声太大之前直播的时候身边有鸟 对不对 人家说这直接说出来抽烟确实是不好啊 有很多的同学跟我说过呀 你看多少人说老五磨叽 对啊 测苦的话 对啊 随便说呀 这种话我我有说过什么不对吗 我说啊你们都闭嘴了吗 就问就死活就不说呀 为什么呢 这种我觉得很多人他就是像我常问的一句话很明显 那别人问你你问题那你就选择两个答案 一个我不想回答或者说我不能回答 或者我回答不了这几个答案你说一个都行 要不不说 然后抛出了一个新问题 我感觉跟高端商务当时跟你连线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永远是不在不会回正面回答你任何问题 而是用另外一个问题去问你 然后你到底在互联法上 接下来你看吧 老五这人不是爱国阵营的 老五这人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爱国阵营的人他都他都跟人抬杠了 你不能说他坏 但是他人品不行 你慢慢看吧 对不对 大家等着吧 我这吃瓜吃的不索啊 吃到一半人也跑了 没跑人在呢 就高端商务的事一下 他暴露了高端商务上线就要就要挖我去啊 就是去别的频道啊 去连线去 然后结果 他办的事当时拿着这个事把磊哥他们骂成什么样 高端商务是谁的管理啊 还来挖人 这就是他干的事直播都不挖出去了 上来了还有什么好喜悲的 不是这都已经过去多久了恨我恨成这样了 他回来说高端商务 我觉得这个丢人我要是说柳杰克谁要代替他们高端商务 我他们都要去打人了 我顺着网线就要过去给人罚了个三百万 柳杰克柳杰克最好自己来 别放自己的徒子徒孙上了 柳杰克最好自己来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原来我为什么老跟大家聊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派 原因就在这中华民国派永远玩的 比 比 真骂别骂的比谁都脏 做事做的比谁都恶心 这就是中华民国派 大家有明白 这都过去多久 咱们就明刀明枪就不行吗 对不对 我老五就在这摆着了 有本事你柳杰克就过来 对不对 咱们就你开直播 我开直播 咱们连个线聊一聊 对不对 你要说你那套东西好 那咱们就来聊一聊 约个时间 就那么简单 先来一个高端商务 现在又来个这个 啊 有意思吗 我能奉处受一对了 可以做个专题了 你到 再过时间 咖啡能处了一个什么 很小心的 你知道吗 这些人很小心的 你看没 你就说老五太敏感了 老五爱抬杠 老五慢慢就人品不行了 大家慢慢看 这个道德攻击啊 这个苏维亚在这群里面 又开始说这种话了 你太敏感了 我敏感不敏感 我不敏感 我就问一下我的观众 哪一点不喜欢 这都是我敏感了 你举个栗子 栗子得过硬吧 你举这个不是栗子 你你举 你举这个是面包有点软呢 栗子可挺硬的呀 不是说实话 大家看看吧 说实话 你要是个野蛮啊 柳杰克啊 然后呢 你别让你的徒子徒孙上来搞这些事 恶心 真的是恶心 你要不要自己来 野蛮点 还有人举手啊 还有人举手看一眼啊 喂老刘 哎好了好了 哎好 我说话能听电话 哎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么说吧 就是苏维呢 你从前面你 啊那啥 你说了两次上去两次 我都在听 这么说吧 呃 我今天也跟老五提意见了 刚开场的时候 我就说老五 我就批评老五 而且我是拿实证而说的 而且当时人现在就在频道上面 就是陈六子 我就拿陈六子这事情在说老五 嗯哼 对不对 老五有这个事吧 有 我会说 苏维呢 就是说但是呢 我会很那啥 我老五也不会生气 我也说我也把我的意见表达清楚了 嗯哼 但是你上来 我听完了以后 当你第二次上来的时候 我已经感到感受到你的恶意 你明白没有苏维 我听出来你的恶意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呃 因为我对你这个 我只对你这个图像有点 有一点点印象 但是我跟你好像就是咱俩看频道好像没有交集 也就是咱俩不属于同文层 哈哈哈哈 行 我就说这点 你两次上麦 我都刚才刚才听我都听了 我完整听了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他第一个上来我 老五问我问题 我就说我说我对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哪怕就是柳杰克那个事情 啊 大家都是工程战线的 或者你我如果说这个事情 我就说那个山姆来拉个人 大家互相的串一串 好像也说的过去 你这样说是不是也能说的过去 但是说实话人家正开直播 你过来拉人 这就说不过去 你说是私下大家在聊的时候 你说是作为一种频道推荐 都没问题 这是个好事情 啊 没有直播的时候 你做一下频道推荐都没问题 你让直播了 你过来拉人 我觉得这就满满的恶意 是不是这样子 这叫啥 这叫砸场子 其实你今天上来还是一样的 从你第二次上来的时候 第二次说的是 老五在上面已经问了 那你说一个具体的事例 你又不说转过头来 扔人家一个问题 你这就是来砸场子搅局的吗 我说这个话意思 你能听明白 我年龄不比你小 而且可能年龄还比你大多 行 我就说正点啊 老五 感谢老五